星期三北角英皇道的交通意外 救援人員到達現場拯救傷者的片段 近日在網上流傳 開電單車的救護員率先到現場 他即時檢查兩名傷者 之後檢查車底位置確保沒有人被困 再通報剛剛到的救護員 救護員和消防員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 救護員先檢查兩個人的傷勢 進行簡單的護理程序後 迅速將躺在馬路中心的傷者 移動到去床送上救護車 而另一名坐在路邊的傷者 亦都被送來現場治理 在同一時間 消防人員在現場固定車輛和移開危險物 用紅布遮住傷者 過程流暢,工作很有默契 在等候人員到場期間 不少駕駛者都上前問候傷者 涉事的七人車司機全程留守 片段曝光後 不少網民都說 很少看到整段完整的救援過程 而且很幸運 傷者都全程有反應 還稱讚香港的醫護和消防很有效率 這眾交通意外發生在星期三下午大約4時半 涉事的七人車員 北角長漢街行駛期間 懷疑下車時候失控 遇到兩名途人 傷者被送到東區醫院治理 而涉事47歲聖陳的七人車司機 涉嫌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被捕 直接到我們去處理 去往兩邊 遠倒 幹,開動 先拍下 跑 跑 感谢观看